本视频属于编外书童,未经允许,请勿搬运,望线,风月不相关第23集,恭送太子殿下。 蓝望鸡看着他们走到自己的马车前,魏无线不知道和里面的人说了什么。 不一会儿,魏松就被送了出来,玄良帝抱着儿子赶紧跑回自己的马车,然后他们就继续前行了。 蓝望鸡觉得自己心累,坐上马车后只想赶紧回家。 回到王府后蓝望鸡心情不好,也没吃饭直接睡觉了,半下午醒的时候恍惚间感觉急冲还在自己身边,正在督促自己吃饭呢。 后来他意识到这是自己肚子在和自己抗议呢。 又过了一个多月,蓝望鸡虽然还是想念急冲,但也强迫自己习惯了一个人睡觉。 蓝望鸡每天除了关注墨西的情况外,就是自己的身体了,他现在是两个人,他好了孩子才能好。 泽帝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自从墨西的军情传回皇城后,他就一直没好过,不要说朝堂的事了,几乎连床都没有下过。 张皇后和李贵妃轮流势急,两人的心境却完全不同,在张皇后看来他的病好不好无所谓,反正他儿子迟早是皇帝,泽帝要是早点去了,他还可以早点享福。 年轻的时候他对泽帝也是有感情的,只是这么多年来,这份情谊已经被他耗尽了,现在自己不动手害他就算不错了。 而李贵妃不同,他是真的希望泽帝能活着,他现在唯一的依靠就是他了,如果他驾崩了,自己估计就没好日子过了。 他前半生仗着泽帝的宠爱各种不把皇后放在眼里,等到太子殿下登基了,他可能只有死路一条了。 魏无羡每天都很忙,所有的事都要他处理,但又因为他还不是皇帝,所以有些时候会有阻碍,好在陈王在正式上一直很支持他,所以他对泽帝的病优喜参半。 泽帝也知道自己快不行了,他这一生都没有什么建树,好在在朝政上还知道听话,总算没有把他父皇的辛苦浪费掉,他的儿子他还是知道一点的。 太子的为人他清楚,不过作为皇帝他也是合格的,所以在他某天精神还可以的时候,把所有大臣都召集了过来,然后让他们全力协助太子管理好朝政,并且直白地说出他意思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,让他们不要三心二意。 有了泽帝的嘱托,魏无羡总算轻松了一点,魏无羡的手段和泽帝可不一样,自从他把握大权之后,朝堂就被好好地整顿了一遍,很多大臣都有点惶惶不安,没办法以前泽帝不管事,陈王也只是把握好一些大事就行。 他们这些底下的官员搞些小动作,被举报抓到就算他倒霉,但一般很少有人特意去查,太子殿下不一样,他把眼睛放在百姓身上,只要有问题他就会管。 所以已经有好几个官员被查抄了,蓝旺姬也听说了魏无羡的所作所为,他最大的感慨是百姓有个为民的皇帝挺好。 这天蓝旺姬正在王府花园散步,梨花花期还没过,他也不怎么出门,饭后就会来花园里逛逛,突然迎风跑过来告诉他陈王府有急事找他。 蓝旺姬突然就心里不安了,也没准备什么就直接去陈王府了,原来是谢允病倒了,而且这一次比以往都要严重,墨染没办法这才把蓝旺姬叫了过来。 看过谢允后,蓝旺姬和墨染去别的房间商讨,父王,爹爹是不是经常发病? 有时候吧,从你成亲后有三次了,这是第四次,墨染也不想瞒着蓝旺姬了。 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?蓝旺姬有点生气地问,告诉你能怎么样?不就是多一个人担心吗? 墨染有些丧气地说,他这一生运筹帷幄,唯独对谢允的事无可奈何,不管是他离开自己,还是他的病。 蓝旺姬知道爹爹他们是不想让自己跟着担心,万事都可能有生机,前几天我府里的人去蒲林庙,带回了只有我师叔才会做的灵丹,我猜想他可能到皇城郊外的蒲林庙了,只是他性格很怪,直接去请他,他也不一定来。 之前我是不知道爹爹的情况,如今看来我还是得亲自去一趟蒲林庙,师叔看在师父的面子上应该会见我的。 墨染听闻心里又有了期待,你是书露云真人吗? 蓝旺姬点点头,是的,他和师父学习的东西有些不一样,或许他会有办法诊治爹爹。 如果是那样的话真是太好了,我要亲自去请他。 墨染有些激动地说,不可,我师叔和我师父不一样,他看病是看缘分的,不然你怎么求他,他都不会理你的,还是我先去试试吧。 蓝旺姬小时候见过一次他师叔,那真的是个怪老头子。 墨染听后只能接受蓝旺姬的安排,蓝旺姬当天就回去了。 第二天蓝旺姬一大早就坐马车去郊外的蒲林庙,路上还经常看到行人。 最近这个蒲林庙很火热,听说是来了个会练丹的真人,效果特别好,简直丹到病处,但高人都有些怪癖。 这位真人看病不看家事,不看钱财,就看缘分,你要说什么缘分呢? 大概就是真人看你顺不顺眼吧。 蓝旺姬一行人走得很急,因为他心里还担心着跌跌呢,所以一路都没有休息。 魏无羡这次来蒲林庙是帮皇后还愿的,顺便把在庙里接受供奉和念经开光的平安符请回去。 原本这种事是不用他亲自跑一趟的,而且他今天好不容易得空休息了一下,但他实在在东宫待不下去了。 自从他开始监国以来,朝中大臣也都开始筹谋,所以东宫后院里又收了好几个新人。 虽然魏分都不高,但他们都不是很在意,毕竟太子殿下一旦登基了,他们就是后宫嫔妃了。 这部一家新人后院就热闹起来了。 魏无羡虽然对谁都没太在意,但有些事他控制得很严格。 比如东宫里最得宠的是金子轩,可是魏无羡是不会让他生孩子的,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多限制了。 现在东宫里怀有身孕的人就有两个,前面也已经有皇长孙和皇长孙女了。 金子轩不是正事,却操着正事的心,仗着家世和宠爱打压后院的其他人。 特别是有孩子和有身孕的人,搅得后院不得安宁,只不过谁也不是吃素的,既然能进东宫就是对太子殿下有用的人。 所以只要金子轩打压他们,他们就闹到魏无羡面前,搞得魏无羡烦不胜其烦,都开始回避他们了。 他需要这些人的家族支持,而结亲就是他们最好的相互依靠。 菩林庙香火很丰盛,来往的人也多,蓝忘姬求见了真人后,就站在一棵梨花树下等,只是这棵树的花期差不多都过了,树上没有几朵花,在微风中摇摇欲坠的。 因为里面一直没有回话,蓝忘姬也就一直站在那里等着,期间因为有点累了,还走动了几步。 魏无羡拿好皇后的东西后,出门就看到蓝忘姬站在一棵梨花树下面,她扶着自己的肚子表情很虔诚,看着很是岁月静好的样子。 魏无羡不知不觉地就往那边走去,只是好在最后关头她醒悟了,蓝忘姬已经和她没关系了,她也不会和她站在一起的。 她心里突然很难受,也不知道是因为她弄丢了蓝忘姬,还是因为她的一生都在无可奈何中失去重要的东西和人。 魏无羡强迫自己不看蓝忘姬,她自己也很奇怪,他们在一起的时候,她只是觉得蓝忘姬挺好的,许她对她的帮助也大,心里想对她好,也喜欢和她在一起。 可自从蓝忘姬离开后,她却不停地思念她,甚至觉得后院的那些人加起来都不如蓝忘姬一个人,后来她明白了她大概是爱上蓝忘姬了。 在她走了之后,她不后悔当初的决定,但现在的内心煎熬也不是假的,所有事她都可以理直对待,唯有这件事她控制不了自己,她想着自己可能是生病了吧。 一种名叫蓝忘姬的病,除了那个人谁也没办法治好,她自己也不行。 蓝忘姬等了一上午,终于有个红衣女子来见她,她仔细辨别了一下,此人应该是师叔的徒弟温秦,他们小时候见过的,只是时间长了再加上都长大了,变化不小,她一时还有些认不出来。 请问你是忘姬吗?温秦也是有些不太记得蓝忘姬的样子了,所以她先开口询问道,我是蓝忘姬,请问你是?蓝忘姬回问道,温秦笑了笑,我是温秦,小时候我还帮你抓过蜘蛛呢,你还记得吗? 蓝忘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心里还是有些抵触,师姐,你不要取笑我了,那种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。 蓝忘姬的诗书不仅学医,更喜欢炼丹和炼毒,她有时候治病还喜欢以毒攻毒,蓝忘姬小时候第一次见她,她就以蓝忘姬身体太差为由,送了她一点可以帮她的见面礼。 一坛子毒蜘蛛,蓝忘姬哪里见过这场面,当时就吓傻了,她师叔还把她师父拉走了,说是她会把蓝忘姬治好的,后来还是温秦看她可怜,把那些蜘蛛抓走了。 事后她师叔还挺可惜的,她这个方式可以让蓝忘姬的身体快速好起来,最多也就是有点后遗症,比如毁容和轻微中毒。 两人互相介绍后,温秦就说明了来意,我师父说,你想找她看病,必须得符合她的条件。 蓝忘姬忙道,什么条件? 蓝忘姬忙道,什么条件?